金马当然是相对开放 更包容像我们这种 不是偏主流导演嘛 他算三斤里面比较 欢迎更种类 也比较扶持一些青年导演 所以这也是我 为什么会想报名金马奖的原因 我的作品 包括我自己也没有一些政治倾向 而且我觉得艺术作品 其实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表达方式 我自己觉得没问题 我就可以去参加比赛 有一个明显的讯息 是中国的独立制作 独立电影工作者 还是对金马奖有很高的认可 也是还是很尊崇金马奖 金马奖对于电影工作来说 它还是一个最高的指标 那尤其是如果你的作品 在中国大陆是没有上映 你当然选择来金马奖 这边也算是一条路 最近的几年 像我们获得提名的一些电影 就是非常出色的 属于比较小众 非主流的 它对于这种非主流 对社会议题的 有行人性的 电影的题材的特别 我觉得这方面 真的有一定的贡献 谢谢大家 我这就有点尊崇理 谢谢大家